女人聪明能干 却嫁了个离异带娃的男人 可丈夫外出打工三年 回来的第一件事却是立马提出离婚 秋月极力挽回也无济于事 婆婆接受不了这个消息病倒 男人却没有寄回来一分钱 无奈秋月只能把家里的粮食全卖掉 准备用来盖新房的木材也被卖掉 耗尽所有才终于捡回婆婆的一条命 知道此事的婆婆 当即便与儿子断绝了关系 决定以后便将秋月当作自己的女儿 秋月自然愿意 可以钱的生活费 都靠丈夫每个月寄回 现在两人已经离婚 秋月必须靠自己撑起这个家 可从来都只会埋头干浓火的她 对找工作毫无头绪 但或许善良的人 总是会得到上天的眷顾 这天突然下起大雨 儿子被一个陌生男人冒雨带了回来 秋月连忙过来表示感谢 却发现男人正是厂长陈大年 他不知该感谢 便使劲向婆婆夸赞大年人好 见秋月家房子漏水严重 他便主动冒雨为其修缠 并且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闲烟碎雨 雨停过后陈大年便立马离开了这里